欢迎来到成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娱乐圈六位景理明星 肖战狄利热巴布亚戏 赵露丝三年波一时布戏 娱乐圈六位景理明星 肖战狄利热巴布亚戏 赵露丝三年波一时布戏 提起娱乐圈的景理那肯定就是杨子和杨超越了 与杨子搭戏之后红了的男明星至少有五位了 这个几率算是比较大了 而且包括男一男二号 而杨超越即使才艺一般 照样有很好的路人员 他的综艺热度一直很高 被称为人间景理 而在演员当中 也有一些景理体制的明星 被称为玄学景理 几乎百事百中 最近也成了抢手的演员 不少制作方的首选 1.赵露丝 娱乐圈六位锦理明星 肖战狄利热巴布亚戏 赵露丝三年波一时布戏 23岁的赵露丝这几年势如破竹 可以说咖位和资源一路飙升 客观来讲赵露丝长相可爱甜美 很有当红小花旦的前置 但是娱乐圈比他长得好看的95花很多 凭什么他能有这么好的资源 其实主要是他这个人 真的运气好 娱乐圈很信这个 赵露丝是近三年播了一时布戏 他拍的所有戏都没有被押戏 全部播出了 这简直是运势爆棚的存在 毕竟这几年被埋掉的戏太多了 剧中只要有一个角色个人生活有点问题 就上布了假 赵露丝这个女孩子是挺接地气的 他不抢求翻味 也不在乎戏份 只要有合适的戏就演 愣是从网剧中打响了名号 你说他资源好 但他的上新剧不多 但他合作的男艺人大多都是演技 派霍流量小生 总之他的运气是真好 一路坦途地走到了95花流量花旦的位置 如今成为了企鹅力捧的小花旦 还接演了S级的古偶星汉灿烂 对他的加成挺大的 有可能他会成为首位能扛古偶大女主剧的95后花旦 2.白露 娱乐圈六位锦理明星 肖战迪丽热巴布压戏 赵露丝三年播一十部戏 白露仅用了六年 就从网红转型成了演员 而且他的几部戏可以说是播出效果都不错 每一部戏都有加成 而且他的角色转换也很多 尝试了很多不同的类型 甚至可以说他很有未来转轻衣的前置 外形上虽不惊艳但很爱看 也能适应各种不同的角色造型 他的每一部都走得很正确 可以说事业规划很成功 现在他很可能弯道超车 有机会在事业上突破一把 三 迪丽热巴 美丽的迪丽热巴最大的优势和劣势都是外形 由于外形过于明艳 很多角色不太会考虑他 可以说这也是一种限制 而迪丽热巴在古偶圈算是一线了 他与杨子世纪八十五花后 维二的能扛起大女主古偶的女演员 迪丽热巴也在考虑转型 想接一些职场剧 迪丽热巴每部剧几乎都大爆了 收视和话题度都很高 目前已经上升成了第一阶梯 他将来成大花是很有希望的 而且他很特别的一点 几乎所有他的戏拍完之后 不到一年就能播了 四 肖战 娱乐圈六位锦理明星 肖战迪丽热巴不压戏 赵露丝三年播一十部戏 自从出道后肖战出演的每一部影视剧 几乎都大火了 每个角色也很出圈 他身上多少有一点玄学体质 即使很多人不太熟悉他 但对他还是有印象 他确实是外形很突出 不过娱乐圈的帅哥很多 他更突出的是个人的气质 三分温和四分清冷两分 估计一分懵懂 在娱乐圈中显得比较独特 而且他的粉丝体量很大 现在他逐步转型正剧 未来可能走黄轩或胡歌的路线 5.张小谦 张小谦咖位不高 但是观众都记得他的脸 从狼牙榜里的木青到是知否的盛长风 再到梦华路的夫子 张小谦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他还有欢乐宋安家 七个我等热播剧 张小谦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很多人称他是收视福星 即使他的外形普通 但是如今一点也不缺细拍 演技好运气好 而且性价比高 未来他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6.王宝强 草根出身的王宝强这几年不大拍戏了 已经转型导演了 他也曾是娱乐圈著名的玄学经理体制 其实王宝强拍的戏数量并不多 但是他参演的电影 电视剧甚至综艺全火了 翻开他的代表作 真是令人感叹 即使是文艺片的票房不高 也让他得了奖 总之他的运气是真的好 至今无人能超越 百亿票房加上士兵突击的实际 还有两档综艺跑男 和真正男子汉的收视记录 后辈只有沈腾能笔尖 娱乐圈6位锦理明星 肖战迪利热八部压戏 赵露斯三年播一十部戏 娱乐圈这几年不太好过 投资方最担心的就是剧播不出去 一旦压戏就是血本无归 甚至不少制作公司都因为压戏倒闭了 投资商们也是手紧 结果横店开的剧组都少了 不少三线以下演员在家待夜 没有什么戏拍 今年不少直播间里小明星们都当主播了 现在投资方首先考虑剧能不能播 自己能不能赚到钱 娱乐圈6位锦理明星 肖战迪利热八部压戏 赵露斯三年播一十部戏 现在审核也严格了 所以有锦理体制的明星 也成了香波波 毕竟不少投资方都是行业外的中年富商 他们是很信这个 身为门外汉 总得找一点心理依靠 他们看演员面向没福气都不愿意 生怕自己的钱白头了 而且他们又不是当年的没老板了 很有自己的想法 花了钱的就能指指点点 任何行业都一样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